进一步我们告诉您 其实这个专一的厨师带刀外出的话 他们都会先套上刀鞘 然后再装进帆布的包包里头 才不会让另刃刺破了包包意外伤人 只不过像这样利器 其实北捷并没有明文规定 他们规定的是包括了易燃物 还有气球超过五个就不能够带进车站 但是对于刀械是没有规定禁止的 但是对于双铁包括了台铁跟高铁 是不能够带刀械等危险物品进入车站 切菜切肉都会有 那一般在做餐厅入行一定都会有这一把 对牛刀 刀缝出鞘历任容易伤人 厨师配备专业刀具丝毫不敢大意 收藏时有一套SOP 把刀子放进去这个刀鞘里面 然后再用它附赠的一个木栓 把这个把它那个刀子栓上去 那其实它不会掉 那我们用布把它包好 尽量固定它 不要让它乱跑 单衣刀具 攜帶外出 套上刀鞘还不够 必须再用毛巾包覆 最后绑上橡皮筋固定 或者利用报纸和风箱胶带缠绕 确定不会滑动 才能防止刀子刺穿包包 放的时候不要平放 那尽量就是朝下 帆布护套保护仔细 避免刀子不长眼 像无姓厨师一样 虽然把刀子放在包包里 却疑似塑胶套脱落 意外伤人 乘客搭捷运背包包 里头装着私人物品 是隐私 却也是隐忧 其实北捷有规定 什么是伪禁品不得携带 不过刀械部分 在乘客虚枝当中 却没有分类禁止 应该什么刀子都不能戴吧 你觉得什么刀子都不能戴 对 那如果是美工刀呢 北捷定定 禁止携带危险物范围 包括闪火点 在摄氏60度以下 易燃液体 像是汽油 松香水 酒精等等 还有异于爆裂物品 炸药 高压气体和干冰 以及火柴 火药 爆竹之类容易自燃及引燃物 最后是容易侵害人体的 有害物 硫酸 盐酸 硝酸 为者除了拒绝运送外 还必须通知警察机关 最高可罚5万元 如果乘客 携带气球 不得超过5个 而且长 不能超过50公分 至于刀屑 没有明显点出 那这危险物的定义 就非常的广 请问一个学生 美工系的学生 他必须用美工刀 那美工刀到底被认为 是危险物 被禁止的 还是在可允许的范围 所以捷运公司 应该从这个个案里头 去检视 他所规范的禁止 携带入内的这个事项里头 哪些是不是不够明确 被捷没有禁止乘客 携带刀具 只是刀屑规定太过笼统 似乎只能靠大众尝试 列为危险物 民事新闻 张乃俊 陈奎宏 台北报导